焦點回到國內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長安派出所 昨天在淡水 針對一起竊盜案 到嫌犯家執行搜索 結果過程中原警不慎 是被嫌犯試用過的毒品針頭 刺傷了手指頭 緊急前往醫院檢查 北投分局表示 旅行犯嫌是一起轄區 電纜線竊盜案的共犯 長安派出所派出專案小組 五人卻搜索票 赴新北淡水區旅行嫌犯的住處 執行搜索過程中 查獲到安非他命毒品 還有海洛因注射用的塑膠針筒 不過有一名二十多歲的 陳姓員警在整理髒物期間 沒注意針頭歪掉 蓋上針頭蓋時 不慎遭到毒品的針頭刺傷手指 全案是並非攻擊事件 陳姓員警在第一時間 趕往台北榮總檢查 經檢傷初步沒有大礙 已經服用醫師開立的抗病毒藥物